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澳洲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有一些有趣的新闻要跟大家分享 首先让我们谈谈咖啡 没错 你没有听错 是咖啡 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弗拉外咖啡 正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 成为一杯受欢迎的饮品 澳大利亚的咖啡市场价值高达100亿澳元 而且95%的咖啡馆是独立拥有的 看来澳大利亚不仅是代鼠和考纳的国家 还是一个咖啡大国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一些较为严肃的话题 澳大利亚正面临着一些国际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挑战 从对于UKUS黄域协定的担忧 到新释放的囚犯面临的高死亡风险 这些问题都揭示了澳大利亚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而在国际政治方面 美国日本和菲律宾的领导人讨论的海洋争议问题 以及澳大利亚板球运动员史蒂夫 史密斯加盟美国职业板球联赛的新闻 都显示了澳大利亚在全球舞台上的活跃参与 最后我们还有一些振奋人心的故事 从利用技术保护鲸鱼 到保护冰威语言的努力 再到一匹马在悉尼附近的车站上闲逛的趣事 这些故事展示了人类如何透过创新和科技来解决各种挑战 无论是环境保护还是文化保存 人们都在不懈努力为创造更好的世界而奋斗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了解这些故事背后更多的信息和深入分析 我们澳洲简报节目将带你一起探索这个多彩多姿的世界 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1980年代 一种名为Flat White咖啡诞生 如今它正迅速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人气 经济学人指出 澳大利亚在咖啡制作上的专长是相对较近期的发展 这得益于二战期间驻扎在太平洋地区的美国军人 对咖啡质养的需求 Morgazine 澳大利亚的咖啡市场价值高达110澳元 其中95%的咖啡馆为独立东营 而Flat White成为澳大利亚最重要的饮食出口之一 在过去的一年里 每三个英国消费者就有一个点过这种饮品 然而澳大利亚内部 对于与美国和英国的防御协定 UKUST UKUSHU 越来越多的怀疑态度 经济学人报道称 批评者认为 美国可能无法履行交付弗吉尼亚籍潜艇的承诺 澳大利亚最终将为美英两国的防御工业 批评者呼吁需要更多的透明度和更清晰的协议案例 在另一篇《经济学人》的报道中 一项发表在《柳叶刀》杂志上的研究 揭露了新释放的囚犯 比一般人群面临更高的死亡风险 尤其是在释放后的第一周内死亡率最高 这项研究分析了1980年至2018的国家释放的150万名囚犯的记忆 发现在释放后的第一周内死亡率是一个月后的两倍多 释放后最初几周 死发后最初几周 酒精和药物中毒是主要死因 由于在监狱中被强制禁止使用毒品和酒精 释放后致命中毒的风险增加 在第一周之后自杀事故和疾病导致的死亡 超过了阴药物滥用导致的死亡 研究建议未有阿片类药物成瘾的囚犯在释放时提供纳洛酮 一种治疗阿片类药物过量的药物 可能有助于减少死亡 确保释放后最初几周更好的获得心理健康服务 也可能是有益的 通过这些报道 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澳大利亚在全球饮食文化中的影响力 还能观察到其在国际政治和社会问题上面临的挑战 从咖啡到国际防御协议 再到对刚刚获得自由的囚犯的关怀 每个故事都揭示了澳大利亚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在这个充满变化与挑战的世界里 从国际政治的角力到运动赛事的激情 再到人类生存智慧的展现 每一个故事都凝聚住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渴望 Fran Policy近日报道了一个令人关注的国际政治议题 那就是美国总统乔拜登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费迪南德 邦邦 马克思小开会 讨论的海洋争议问题 这些争议不仅展示了中国与其邻国 特别是菲律宾和日本之间的紧张关系 而且还凸显了超级大国竞赛和世界和平的重要性 中国对于2016年海洋法庭裁决拒不接受 该裁决否定了其对斯普拉特利群岛的主张 并持续在南中国海建设并武装人造岛屿 这场没有明显和平出路的争端 随着中国力量的增强而变得愈加威胁 从国际政治的紧张转向体育赛场的激情 Associated Press报道了一则 关于澳大利亚板球运动员史蒂夫·史密斯 加盟美国职业板球联赛VMLC华盛顿自由队的新闻 史密斯将与他的澳大利亚同胞 笑月 李奇 庞婷一起出战DMLC第二赛季 这项赛事将于7月4日开始 也就是20世界杯结束后的几天 史密斯对于能够在美国观众面前展示自己的球技 表示非常兴奋 MLC是一项六队参加的二十二次联赛 比赛将在包括达拉斯外的大草原板球场 在内的多个场地距禁 从人与自然的角度出发 BBC带来了一则令人振奋的故事 三名男子在密格罗尼西亚的一次航海旅行中失踪后 被美国海岸几位队在一个名为皮克洛特环礁等 乌人珊瑚岛上发现并救援 这三人利用棕榈树叶在沙滩上拼出A7 TLP帮助的信号 成功引起了搜救队的注意 他们的船只受损 但幸运的是他们的健康状况良好 并能够获得食物和水的供应 这次救援行动是美国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和美国海军合作的成果 展现了人类在面对自然挑战时的智慧与团结 这些故事无论是在国际政治的棋盘上 还是在运动赛场的较量中 亦或是在人类与自然的互动中 都体现了人类对和平进步和生存的不懈追求 每一个故事都是对未来的希望 一个提醒我们 无论面对多大的挑战 人类的智慧 勇气和团结都能够带来改变 在当今这个时代 科技与创新成为了解决传统问题的关键 从保护海洋生物到维护冰离消失的语言 甚至处理不寻常的日常事件 新技术和方法正在开创未来的可能性 让我们来探索这些令人振奋的故事 看看人类如何用创新思维来应对挑战 首先经济学人报道了一个关于利用技术 保护鲸鱼免受船只碰撞威胁的新动讲 每年全球约有20零头鲸鱼死于船只碰撞 这一数字令人震惊 在加利福尼亚一个名为维尤C4的项目 正在使用装有麦克风的浮标来聆听水下鲸鱼的叫声 并将这些叫声与背景噪音区分开来 一旦检测到鲸鱼 系统就会通过一个简报工具提醒附近的船只减速 该项目还会监控船只的速度并对公司进行评分 自从维尤C4项目启动以来 加利福尼亚的碰撞事故有所减少 圣巴巴巴海峡的船只减速比例也有所提高 类似的倡议在智利、希腊和欧洲也在兴起 显示了全球范围内对此问题的关注和行动 转向文化层面 经济学人还报道了一项关于保护宾威语言的努力 几乎一半的世界语言预计将在本世季末消失 主要原因包括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 然而在纽约这个地球上语言多样性最丰富的地方 非盈利组织Indangered万国者Lionsa发现该是有大约七零零种语言在使用 罗斯·佩林的著作《语言之城》介绍了六种受到临近大语言威胁的语言的使用者 凸显了他们的多语言能力和保护语言文化的决心 报道强调外界可以助力之间努力 但重要的是要对待魔语使用者持以敏感和尊重的态度 在一个更轻松的调子中 《华盛顿邮报》带来了一则不寻常的故事 一匹马在悉尼附近的卧里和农场车站的月台上闲逛 给深夜的通勤者带来了惊喜 毕露电视画面显示 这匹马在月台上来回小跑 而人们纷纷躲避 最后他转身离开了车站 这匹马从附近的马厩逃出来 后来被带回了家 这一趣事不仅为日常生活增添了一次乐趣 也凸显了城市生活中 人与自然间偶尔出现的奇妙交集 这些故事展示了人类如何透过创新和科技来解决 从环境保护到文化保存再到日常生活的各种挑战 无论是利用高科技工具保护海洋巨兽 还是通过社区努力维护宾威语言 或是处理意外的日常事件 这些努力都体现了人类对于创造更好世界的不懈追求 在这个过程中 故事和创新成为了连接过去与未来 连接人类与自然的重要桥梁 谢谢您的收看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starbf 靠民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右键吧 这些媒体智库的文章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右键 这些媒体智库的文章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右键